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章鱼很清楚 他死定了 李高楼不会让他活下去 更何况那边还有松岛清风他们 所以既然知道自己要死了 他也没任何顾忌 此刻笑得如此肆无忌惮 他们很快叫到了 百万兴岛的海盗 不是你们可以想象的 说话的时候 松岛清风主动朝这边走来 包括他那些保镖 以及邓文杰和船长都是如此 现在众人当真是一条船上的蚂蚱 如果那些海盗真来了 谁都别想毒火 你们还有你们都会成为猎物 在这大海之上 没认识我们的对手 这次章鱼说话 却是盯着松岛清风 下一刻枪响了 松岛清风的保镖 直接开枪打死了章鱼 死去的章鱼 依旧瞪着眼睛 满脸的胸利 就像他所说的 他相信 这艘游轮上所有人都没法逃 全都死定了 看了一眼那开枪的保镖 李高楼将目光转向了 黑沉沉的大海 或许是某种心理作用 他耳朵里边听到风浪开始翻滚 好似在预示着什么 不过紧接着 他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 李高楼拉开了章鱼的衣服 露出了里边的手机和信号发射器 他的脸色马上变得凝重 船长这个时候反应过来了 马上返航 周围的客人也开始喧哗 那种恐慌并没有因为章鱼的死而淡去 反而更加强烈 邓文杰带着所有的保安 立刻呀打算去驾驶室 气氛开始变得无比紧张了 李高楼的声音这时候却响起在每个人的耳朵里 已经来不及了 他们马上就来了 众人都是微微呆滞了一下 所有的动作也都停了下来 已经来不及了吗 松岛清风这个时候问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他看着李高楼非常凝重 松岛小姐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 她知道这个时候将决定权交给李高楼 才是最为正确的 毕竟这个男人用之前的事情证明了 他有足够的能力和手段 来解决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危机 事已至此 李高楼也没时间多推辞什么了 所有人返回船舱听我的命令 你们跟我去驾驶室 事实就是他自己也觉着 现在这艘游轮上的人想活下来 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 他的话说完之后 邓文杰他们马上开始组织 所有的客人返回船舱 同时松岛清风的那些保镖 也是做着相同的事情 虽然说因为本田一刀的事 李高楼跟松岛家族的人 并没有多容下 但是此时此刻 怎么看大家想活下去 这才是最重要的 至于说李高楼 则是马上朝驾驶室赶去 松岛清风跟船长他们紧随其后 刘云瞧见这一幕 自然没任何犹豫 同样跟上去了 跟其他人并不相同 相比于刘云内心的紧张 他更喜欢这种刺激 也更加肯定了他之前的想法 跟着李高楼 跟着他一定没做 可以见识到这些个 让人想一想就血脉扩张的场面 太刺激了 五分钟以后 关闭了驾驶室的舱门 李高楼翻开了生死簿 如何能够在这苍茫的大海上 成功躲开所有的海盗 这种事对于别人来说 大概非常困难 甚至匪夷所思 但对小李同学来讲 实在算不了什么大事 因为曾经在川西县城的时候 他就已经做过相同的事情 带着马王一和大金牙 他们在山林之中 躲开了所有杀机 说到底 现在这样的场面算不了什么 只是将战场转移到大海上而已 而真正让李高楼担心的是 生死簿上所说 会让这艘游轮上 很多人丧命的意外 似乎并不是这帮海盗 就这种感觉啊 来得非常突然 可不是生死簿上给的 但是让李高楼猝不及防 李高楼觉着 必定有其中的道理 尤其是他的等级在提升 他跟生死簿之间的联系 也在加深 所以绝对不会无缘无故 产生这么一种感觉 那么如果不是来自 百万星岛的海盗 究竟会是什么危机呢 就在这个时候 从外边回来的邓文杰 显得非常焦急 他打断了李高楼的思讯 李先生 我们 那些炸弹怎么办 听到这话 小李同学微微抬头 他才想起这回事来 按道理来说 章鱼的遥控器 已经掉进了海里 那些炸弹呢 应该算不上什么麻烦 尤其是那伙海盗 已经都被干掉了 不过邓文杰 倒是给李高楼提了个醒 难道说危机 还在这些炸弹上吗 这么想着 李高楼落下朱笔 要将这些炸弹的位置 找出来 于是啊 驾驶室里边 所有人都茫然的 看着李高楼啊 手指在那乱滑 完全不知道 他在干什么 就在邓文杰 跟船长对视一眼之后 有些忍不住 要出声询问的时候 小李同学 把目光 转向了这边 这是所有 二三颗炸弹的位置 你马上带人去拆掉 拆掉之后 全部扔到海里 然后就在众人 匪夷所思的目光中 李高楼开始 将二十三颗炸弹的位置 全部讲了出来 他说完之后啊 邓文杰都傻了 松岛清风 也是满脸的匪夷所思 他没办法理解 刚刚发生的事 尤其是李高楼 所说的那些区域 这算什么呀 啊 这炸弹是你安的呀 那不是你装的 你怎么会这么快说出 所有炸弹的安装位置啊 你 妖怪 神仙 或者说这些炸弹 就他们是你装的 要不然的话 为什么你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而且也没看他调查什么的 或者做什么事 就简简单单 等着 划了划了手指头 没法理解 瞠目皆舍 眼见着邓文杰没动作 李高楼直接说 快点去愣着干啥呀 另外通知所有人啊 待在船舱里边 我们马上出发了 邓文杰不敢有任何犹豫 马上带着人 按照李高楼所说的这些位置 去拆除炸弹 至于小李同学 实在没时间去观察其他人的反应 直接看向旁边的驾驶员 从现在开始 你只听我一个人的命令 严格按照我告诉你的坐标前进 懂了吗 李高楼此刻非常严肃认真 毕竟他现在 可肩负着这艘邮轮上 所有人活下去的希望 因此任何马虎都不能有 跟老天爷争这么一丝 活下去的希望 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 这驾驶员赶紧点头 他也明白 李高楼对于此刻 这艘邮轮来说 有着多么特殊的意义 李高楼啊 眼睛死死的盯着生死步 头都没抬 现在沿着当前的方向 全速前进 他的话让驾驶员跟船长 他们都是一愣 如果按照李高楼所说的话 这么继续前进 那可就正好进入 章鱼他们计划好的位置了 这算什么呀 自投罗网 不过他们却很统一 将所有的疑惑压在心里 现在李高楼就是 这艘船的最高指挥 一切由他来决定 这就是一场赌博呀 一场豪赌啊 一场无可奈何 却又压伤了全部的赌注啊 李高楼明白 或者说每个人都明白 就这样 邮轮开始全速前进 在大海上 划出了翻腾的波浪 李高楼没多说一句 沉默的随时指挥着方向 他的心头 却始终有一丝疑虑 究竟那场灾难是什么呢 关键